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關於電繪的圖層到底要怎麼分這件事情 畫圖的時候一定要分圖層嗎? 圖層的順序對於作品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相信有許多剛開始接觸電繪的人呢 對於圖層的這個功能真的感到非常的困惑 尤其是一些以前可能有畫過手繪 像是畫過水彩啊 或是有畫牙克力等等的這些同學 在剛接觸到電繪的時候發現 圖層這是什麼樣的功能呢? 不用它好像也可以畫畫 那就不要用它好了 以至於在使用電繪的時候 少了很多很實用又有趣的功能 那在電繪的世界裡面呢 圖層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基本 而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只要可以妥善的運用圖層的功能 不只可以讓你畫圖的效率變得更高 也可以讓你作品的豐富度 精緻度都跟著提升喔 那為什麼要分圖層呢? 分圖層的最主要的用意就是方便做調整 因為在畫圖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一直調整顏色 或是調整物品的位置 那只要你有正確的去區分圖層 就可以在調整的時候變得更加的方便 這邊我簡單的舉一個例子 例如畫面中同時有一顆蘋果 以及一顆橘子 兩個圖層如果是分開的話 要移動物品的時候 我只要選取到該圖層 就可以直接做移動 那如果圖層是沒有分開的 則要先使用選取的工具 把要移動的範圍選取起來 再做移動 那你可能會想說 多一個步驟而已還好吧 那我今天把橘子跟蘋果 改成有部分是重疊在一起的狀態 這時候如果他們在同一個圖層 就要選取起來之後 做移動 再把缺口的部分補上 是不是變得超級麻煩 那分圖層的方式呢 其實是非常彈性的 沒有說百分之百 絕對要按照某一種方式來分圖層 主要還是一句作品的複雜度 還有用途或是你個人的畫圖上色的習慣 來決定要怎麼分 但是呢還是有幾個比較建議遵循的方向啦 接下來呢我就會分享幾種我自己在分圖層的時候比較常用的思考的邏輯以及分圖層的方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衰去吧 首先第一種就是在上比色的階段把每一個顏色每一個色塊都分開 只要你在調色的時候換了一個顏色或是你換了一個區塊來上色就新增一個新的圖層 你的電腦或是你的iPad的規格可以開到多少個圖層就把它開好開滿不要浪費 像我畫這個人物的時候呢就會從皮膚五官頭髮衣服褲子襪子鞋子包包小到髮夾耳環等等 每畫一個新的東西每換一次顏色我就會新增一個塗層 這樣子在整個人物上好底色之後就可以使用調整的功能去細調每個物品的顏色來完成畫面的配色 另外呢底色上好之後因為每個物品都是分開的嘛我就可以直接使用alpha鎖定或是遮罩的功能 來幫每個物品畫細節或是亮暗 不用再重新的描一次輪廓這樣是不是變得非常的方便呢 那如果你畫圖畫畫發現欸塗層的數量不太夠用了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就可以先把一些確定不會再改顏色的東西合併塗層 那我自己呢比較習慣將同類別的東西合併 例如像髮夾耳環包包我就都可以把它們歸類為配件然後合併在同一個塗層 或是當畫面中有人有動物有背景的物品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個人一隻動物或是一堆盆栽來當作合併塗層的單位 再來第二點就是依照物品的真實順序來調整圖層的順序 同樣以剛才畫的這個人物為例子呢 在真實的情況下最底層的會是我們的皮膚 然後再來緊連著皮膚的會是我們的五官 那五官在上面一層呢就是頭髮或是衣服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看誰在比較裡面 如果說你是頭髮長頭髮放在衣服前面的話 那你就先畫衣服上層再畫頭髮 那我頭髮是放在後面撥在後面的話 那就是先畫頭髮上層再畫衣服 那如果說是短頭髮或是頭髮跟衣服之間沒有重疊的話 其實先畫誰就比較沒有關係 反正他們都在皮膚的上層就對了 那再來的話衣服褲子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邏輯 你看一下衣服有沒有紮進去 有紮進去那就是先畫衣服再畫褲子沒有的話就是反過來 然後襪子啊鞋子啊或是身上的包包 手錶各式各樣的配件也都是一樣的邏輯 然後我有一個小習慣就是在畫面中黏在一起的東西 我就會讓他們在塗層也黏在一起 例如頭髮跟髮夾 雖然把髮夾的塗層移到最上面也OK不會影響 但我會把它放在頭髮的上一層就好 這樣在找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另外我也會依照物品在畫面中是比較靠頂端 或是比較靠底部來決定圖層的順序 例如像鞋子襪子比較靠近畫面底部的這個物品 我就會把圖層的順序往下移 養成這個習慣呢有點像是給自己訂一套SOP 你只要照著SOP就不用花費多餘的腦力去思考跟做決定 那尤其是當遇到解稿壓力的時候 就會非常慶幸自己有養成這樣的習慣 你可以讓腦袋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像是去發揮創意或是去思考怎麼達成客戶的需求等等 那如果有把塗層的順序分好呢 上色時比較底層的塗層就可以塗的比較隨意一點 像是畫皮膚的時候顏色塗到衣服的範圍也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畫衣服的時候就會把它蓋住了 反正呢如果是把皮膚的塗層放到衣服的上面 那全部上完色後如果想要換件衣服的樣式 那除了改衣服的塗層之外 連皮膚的塗層邊緣都要去做修改 那如果你整個檔案的塗層都亂七八糟的話 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把每個物件都重新做修改 再來2.5就是小補充一下 如果你畫的作品呢是有線稿的 就是在完稿的時候線稿還是存在於畫面中這種有邊線的作品 那線稿的塗層呢其實也可以做一點簡單的區分 像我自己在畫這些比較完整場景的畫面的時候 我會大概分成空間、背景物品跟角色這三個線稿的塗層 那角色的話如果不只一隻就把它們全部拆開 比方說一個人、一隻貓、兩個人等等把它們每個拆開 那還沒上色之前呢你會發現這些線稿是有重疊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人物後面的一些背景物品跟空間的這些線稿 所以在上色的時候呢 上色的塗層就要注意一下會是先人物的線稿 再來是人物的顏色 然後是背景物品的線稿 背景物品的顏色 最下面則是空間的線稿跟空間的顏色 這樣子就可以用顏色去蓋住比較後面的東西的線稿 那原則上呢你只要記得就是當你整張圖全部畫完的時候 已經完稿的狀態 你覺得這個人物想要讓他往旁邊移動一點點 那這時候因為你有把圖層分開嘛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把人的線稿跟顏色選舉起來 讓他整個人物移動一點點 不會去影響到旁邊的物品或是背景 其他東西不用重畫 那這樣子的分圖層方式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第三點如何利用圖層來提升作品的豐富度 那其實圖層呢不只可以用來分色塊分物品 也可以使用圖層屬性或是遮罩等等的這些功能 在畫完底色之後呢如果你要加上一些明暗加上一些細節 其實也不一定都要手動的重新調色 然後再手工的這樣畫上去 也可以使用圖層屬性 像是加深顏色 加亮顏色或是色彩增值 綠色等等的這些屬性 來快速的幫你畫面中的物品增加亮暗的細節 那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用的一種方式呢 就是在整張圖大致完成之後 我會在最上層新增一個有圖層屬性的圖層 可能不止一個啦會好幾個 然後嘗試填入不同的顏色或是使用漸層的方式 來做出類似照片濾鏡的這種效果 就可以讓你的作品瞬間變得很有氛圍感喔 再來第四個要講的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製作動畫的時候要怎麼分圖層呢 如果你是用Procreate來畫一些GIFT動圖 或是LINE的動動貼圖這種比較簡單一點的逐格動畫 在使用這個影格數量的時候 其實它會佔掉檔案裡面可以用的圖層數量 所以上色的圖層盡量以精簡為主 通常呢我只會保留第一個影格裡面的色塊塗層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皮膚啊衣服等等這些 有分開的話 只有在第一個影格保留下來 後面的話就是上完色就把塗層合併 這樣子可以減少使用的塗層數量 畫動畫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一個影格 你要確認好這一個動畫裡面的這個角色 你就是要用這個配色不會再做修改 因為如果你後面畫完之後突然想要改一下褲子的顏色 那你就要每一個影格重新的去上色會非常的麻煩 那我說呢你是那種負責畫插畫 然後把插畫交給動畫師去做成動畫 或是你自己要用AE啊或是Photoshop等等的動畫軟體 來製作動畫的這種情況呢 在分圖層的方式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比方說要讓這個人物動起來 那你在畫這個人物的時候呢 就可以想像成是在組一個類似鋼彈模型 就是把頭啊身體四肢等等所有的關節都分開 那這樣子就可以在動畫軟體裡面去做出肢體移動的這些動作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比方說現在這個人看起來很正常嘛 沒有什麼問題 但我只要移動一下他的手或是他的腳 換成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發現關節的地方破掉了 就是底下露出來的地方是空的沒有東西 也就是說當圖層拆完之後 要記得把每一個物件的邊緣都修飾一下 讓他們在移動成不同角度的時候 都還是完整的不會有破圖的這個情況 或者是說你沒有要做那麼複雜 你只是要簡單的讓背景裡面的雲這樣子飄過去 那在畫插畫的時候呢 就不要想說這個雲放在邊邊的地方 畫面看起來比較和諧 然後讓雲突出去一半 那這凸出去的一半 如果你沒有把它畫完整的話 在讓它動起來的時候呢 它不完整的那邊就會露出來了 所以要記得把每一個物件都畫完整喔 再來最後第五個 不想分圖層可以嗎 如果你想說今天真的很懶 沒有分圖層的這個心情 分圖層好麻煩 我就想直接畫完這樣子 完全不分圖層 一個圖層畫到尾 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這樣子畫圖 就是把電匯當手會來畫 那這樣畫出來的效果呢 也不一定會比較差 有時候反而可以多出更多的手感 或是可以藏更多的顏色細節 在畫面裡面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小前提 就是你要很習慣直接覆蓋的這種上色方式 也就是當你東西畫錯的時候 你會知道要怎麼把它蓋掉 而不是想著要按上一步 或是擦除的方式來修改 那這樣子要在同一個圖層完稿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說你是電匯跟手會 都沒什麼基礎的人啊 我還是建議一開始學電匯的時候 好好的分圖層 以免你畫錯的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修改 那這樣子可能就會畫圖畫到卡關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電匯圖層怎麼分的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實際使用Procreate畫圖的時候 圖層的功能要怎麼使用 可以點進我的頻道找到相關的教學影片 或是也可以來報名我的線上課程 有很完整的Procreate繪畫及動畫的教學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